碰的一聲撞擊聲超大 執行機車速度不慢 沒有想到旁邊的巷子裡 會有機車衝出來 換個角度可以看見 巷子裡出來的機車 似乎是想要左轉 卻在剛出路口就發生碰撞 車禍發生在9號晚間9點多 基隆封忍接65巷口 兩輛機車都是雙載 21歲騎士往中正路方向 執行經過巷口時 一輛機車左轉而發生事故 鄰長和市議員陳怡剛好經過 趕緊下車協助 這個不管上面那個路口 這個路口還有下面的路口 都常常發生車禍 其實我們是很希望說 在上面的路段 就可以裝置閃光耗置 或是其他的安全耗置 我希望相關單位能競速的 就是把比較黑的路段 加強燈光照明 機車零件散落一地 更有人的安全帽當場噴飛 四人都受傷 其中巷口轉彎的17歲騎士 吳兆騎車 倒地後傷勢嚴重 緊急送一開刀 目前脫離險境 還在住院觀察當中 根據警方初步的 對這個事故的研判 兩部機車在路口 都沒有做一個減速的動作 但是相關的路權 還是以轉彎車 要讓執行車為主 這個路段 因為未處於下坡路段 車速都不慢 因此經常發生車禍 卻因為車流不大 並沒有加裝閃光耗置 未來將檢討 避免事故一再發生 TVBS新聞劉欣奎 何雲婷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